那所有的講座呢 一開始呢 都一定是需要先講師自我介紹一下的 那我像很多講師很厲害 就是自我介紹都可以介紹個五分鐘 那因為我今天準備的東西很多 然後時間很少 所以我就不這麼清楚 不這麼仔細的介紹我自己 那簡單來說呢 上面就是我的一些簡歷 那過去呢 你們會發現我有待過大學 我有待過社區 我有待過醫院 就是我之前在來拉菲爾之前的話 我是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的 思想企心理治療中心服務 那然後我來拉菲爾 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年了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很多人看說 你看起來很年輕 大學畢業了沒 對我已經畢業很久了 好 那我想今天不管在哪一個地方工作 壓力通常都是 大部分的個案來找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各式各樣背景的人 各式各樣性別的人 對現在性別也很多樣了 在就是討論怎麼樣去面對他生活中 甚至生命中的一些壓力 那有了一些經驗 有了一些心得 也希望透過今天這個短短的時間 可以很精華的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些幫助 好 那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通常有的時候會想要知道大家一些期待 那我今天就不每一個人問了 有沒有人一定要說的 就是來這個今天來這一個半小時 你一定要知道什麼 你才會覺得來這個是有收穫的 有人嗎 有 請說 怎樣學會放鬆 怎樣學會放鬆喔 好 我想想今天能不能講到這個主題 怎樣學會放鬆的話 我有一個更專門的在教這件事情的是 是在病友俱樂部裡面有一個半個小時的自我暗示 放鬆訓練 這可能會是一個很具體的學會放鬆的方式 那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放鬆的部分呢 可能是比較間接一點 教大家怎麼樣做壓力調試 原則上呢 如果說你能夠調試你的壓力 那原則上你應該可以走到比較放鬆的狀態 那你都可以先聽看看 如果說有其他的需求 你都可以在背後帶來找我 好 愛抱人有什麼今天一定要聽到的 如果說 譬如說空著工作太進程 是 就同一個時間想做很多事 啊 很好 今天就是專門為你設計的 你等一下就會聽到了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一定要聽到的 有沒有 沒有 好 那 是 請說 你的周邊如果有 有人喔 嗯 在你的面前看電視也在罵 然後自己在做事也斜斜的那一種 你要淘汰那一種壓力 好 避免那一個壓力給你 你就做最好 這樣 好 那 這個呢 這個 這一種壓力怎麼樣去調試 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學會了或聽懂了 你學會了或聽懂了 我說的壓力逃適的方式 我們再來當場的練習 怎麼樣去調試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如果等一下你願意的話 也可以讓讓我們當個案例 就是我們現場可以做的示範 好嗎 好 好 那 我們就先進入主題囉 我們要來逃適壓力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先知道什麼是壓力 你知道一定是我們要先知道我們敵人是什麼才知道怎麼樣應付他對不對 那這邊有沒有人要舉手幫我回答一下你覺得什麼是壓力 不一定要舉手或你在下面說我聽得到一個人 你覺得什麼是壓力 壓力真的值大家常聽喔 我突然在問你什麼是壓力的時候 好像大家會嫩住 什麼是壓力 我請他們外傭 他我們吃的東西他都不吃 我買的東西他有時候也不吃 我叫他買錢去買他也不一樣 這樣造成我很大的壓力 好 所以說像阿姨說的 就是壓力可能是一個事件 好像外傭不吃東西造成的壓力 對之類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會說工作是一個壓力 或者是說身旁有人一直在罵是一個壓力 好 那這個的確是一個壓力 但我們有一個更正確的名詞 我們說這叫做壓力源 就是壓力的來源是什麼 好 那壓力的部分呢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說壓力是一種感覺 比如說我們會說 我覺得我現在壓力好大 壓力是一個感覺 但是有點模模糊糊的 那所以呢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去覺察 自己是不是處在一個壓力的狀態 其實是壓力調適的第一法則 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自己現在處在一個壓力的狀態 我們才能夠知道該去調適嗎 其實我在這邊相近六年快進入六年的時間 會發現自律神經失調的 有容易得自律神經失調的人啊 他通常就是有一個狀況 就是他通常啊 比較慢去覺察到自己處在一個壓力的狀態 什麼時候才發現有壓力啊 開始有症狀的時候 好 很多人開始在點頭了 所以壓力調適的第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必須要能夠快速的知道自己處在一個壓力的狀態 然後能夠即時用一些方式去做調適 所以說怎麼樣去感覺自己有壓力這件事 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調適的多快 你的身體就多不會因為壓力而造成症狀 好嗎 好 那壓力它有的時候也是一種身體反應 那我相信在拉菲爾就是這麼久的一些朋友一定會知道 我們壓力在身體產生很多症狀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有準備了一個身體反應問卷 名字是這樣嗎 對 身心壓力反應問卷 那我這邊呢 請大家花一點時間先幫我做一個勾選 我先來看看我們現場的朋友們就是大家壓力指數現在在哪裡 這邊有沒有人是50分以下的 有喔 今天怎麼會來小孩聽講座 那有沒有51分到119分呢 好 大部分 有超過120分了嗎 喔 有人壓力很大喔 好 好 那大家會不會發現說 欸這些身 這上面列的這些身體的症狀 很熟悉啊 好像就是所謂的自律神經失調的一些症狀 對不對 所以剛剛開頭的時候是不是有說自律神經失調 它又叫做壓力病嗎 好 就是我們的壓力會透過自律神經失調 會產生身體的症狀造成我們的困擾 那這個量表呢 除了可以來檢測說 欸我們現在壓力的指數有多少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可以很實用的目的 是 大家可以每個人回去看一看 當你有壓力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用哪一些方式來呈現 今天可能就算同樣都是一百分 可是每一個人的一百分的來由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體呈現壓力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壓力逃逝的第一個法則是什麼 發現自己正處在壓力的狀態嘛 所以說這個量表呢 當你發現說欸原來我的壓力是用這樣的方式呈現的時候 下一次當你的身體又開始跟你說喔壓力很大喔 現在壓力很大喔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調適的工作 好所以這量表讓大家可以帶回家 好那既然呢大家現在都處在一個就是有壓力的狀態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怎麼樣做壓力調適了 那 好 那我們剛剛說壓力是一種感受 壓力是一種身體反應 欸是 譬如說你這一次壓力大身體產生的反應是這樣子 那以後再發生壓力大 他到底還是正底下嗎 還是會有其他的 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他有可能會不一樣喔 他有可能每一次我們 有壓力的時候狀態 他有可能有些一樣有些不一樣 但你會問這個問題代表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你已經知道 當你有身體有額外的反應的時候 是屬在一個有壓力的狀態 那在壓力調適的部分 你已經就是站了第一步了 那 重要的就是說呢 我們有沒有透過身體的狀況 然後去理解自己的情形 然後我們再來過 我們才能夠去做一些壓力的調適 好 那 好 剛剛有說了嗎 壓力是一種感受 壓力是一種身體反應 那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模糊 比較 或者是說 我後來發現我身體有症狀了 我才知道有壓力 那有沒有更 我能夠更早知道 或是對壓力有一個更 邏輯性 或是更認知性的一個了解 好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這麼多年跟壓力一起工作之後 我的一個結論就是我對壓力的一個看法 什麼是壓力 其實很簡單 不管是什麼壓力 它都是有一件你想要達成的事情 然後你跟你的能力以及資源 中間的差距 就叫做壓力 就叫做壓力 就這麼簡單 怎麼說 什麼叫經濟壓力 所謂經濟壓力 它是不是就是 有一個你的基本開箱 每個月的基本開箱 跟你的薪資 或者是你的資源 中間的差距 它就叫做壓力 你的基本開箱可不可能會變 有可能 可能你今天突然要結婚了 基本開箱可能會變多 你突然生小孩 不是突然 你生了小孩 基本開箱可能會變很多 然後 有些人會想要買名牌包 有些人買房 有些人買車 這東西是不是開始上升 然後 跟你的薪水相比 它 它中間差距有多大 好 有可能你加薪了 有可能你投資有些獲利 或者是 你有一個富爸爸 或者是 你有在額外兼裁 在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那我們 我們人會 嘗試的解決經濟壓力的方式 就是讓 這兩個東西的差距 能夠越來越少 那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很相對的一個概念 人家會說 有錢人就沒有壓力嗎 沒有嗎 前一陣子還有新聞嗎 對不對 很有錢的 很有錢的一家族 他卻發生了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 他想要達到的事情 跟我們就不一樣了 或者說前一陣子也是有一個新聞嘛 台北市的某一個 某一個很重要的首長 他對於那個 宿舍費要淘漲這件事情 他不能接受 因為他說他有經濟壓力 他會覺得 我手掌薪水很高耶 可是他的基本開修了耶 可能會更高嘛 那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 他可以把他的 物質的生活 的需求壓得很低 所以就算他的收入不多 但他還是會覺得 在經濟上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他告訴我們什麼 壓力其實基本上是可以 我們可以調控的 就在於是說 你怎麼樣去調整你想要達成的事情 跟你自己評估你的能力跟資源 可以達可以達到這件事情中間差距的大小 好 好 我再舉個例子 什麼叫工作壓力 剛剛先生有提 什麼叫工作壓力 工作上是不是也是有一個你要達成的事情 可能是一個工作的內容 可能是一個工作的內容 長官要求或是你職務的要求 然後呢 跟你的能力 時間 資源 你來做一個比較 中間的差距我們就叫做 壓力 那工作壓力這件事情 它是有沒有可以變動 有嗎 有可能 你今天突然覺得工作壓力變大了 有可能是因為你升職了 有可能是因為同事請假你要cover它 就是工作量變多 超過你覺得你的能力 時間資源可以負擔的程度 有可能你本身有完美主義 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很好 很好 那你是要達到的目標就會比較高 或者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親力親為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 那是不是你要達到的目標也就變高了 或者是沒有困難拒絕 這些都是會調整那個 我們上面要達到目標的高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 可能還有更多 好 那下面的能力時間跟資源可不可能可以調整 可能可以嘛對不對 比如說 你今天就算是有上面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 可是 你的你是一個很能夠升任這個工作的人 你就覺得還好 那或者是說 欸我發現我不能深入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可以去做一些進修 然後提升我的能力 的時候我是不是就能夠 這中間差距是不是又會有變化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啊那沒有辦法 那我可以增加我的時間這件事吧 那我可以增加我的時間這件事吧 就是加班嘛 然後減少我的工作壓力 那或者是家人嘛 找一些助手來幫忙我去消化這個這個工作的內容 或者呢我用一些時間管理的方式來提升我的效率 那在 我在 在拉菲爾工作這麼久的時間裡面 我發現很多人呢 他忘記了 其實隨著年齡的增長 有些東西是會變動的 比如說我們的體力 比如說我們的經歷 那會發現說 今天來拉菲爾的很多的 朋友們他們很常常落在一個年齡層 大概就是四五十歲這個年齡層 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常常有的時候是 職人年齡的增長 我們沒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一些體力 開始下滑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像在年輕的時候 負擔這麼多的工作 我們的壓力就變大了 而壓力變大了之後 很多人很困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開始就會覺得很懊惱 為什麼我之前可以現在不行 然後還是維持著很高的標準 跟很多的內容 然後身體就受不了 那大耳神年齡的增長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增加的 經驗 它會提升我們的能力嗎 所以說怎麼樣調適壓力 很重要就是你上面跟下面兩個 這個把你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你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當你發現你的壓力已經超過你可以負荷的時候 你要的是 你要的是把下面這個部分加入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資源提升你的能力 讓它往上升縮短這個差距 還是你要上面的地方做一些調整 讓它往下降縮短這個差距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控制的事情 壓力調適的道理就是 最原初它就是這個樣子 再打個比喻 什麼叫時間壓力 很多人說我覺得對時間很有壓力 不能遲到 一定不能遲到嘛 對不對 然後一樣啊 我有多少的時間跟資源來達到這個目標 那有些時候不能遲到這件事情是被要求的 比如說小朋友要上課 7點要點名 現在是7點 7點半要點名 他不能遲到 但事實上呢 那如果這個孩子 他要拼全勤講 那他覺得真的一定不能遲到 那他可能會覺得很有壓力 可是有位一些小孩覺得說 我第一堂課以前到就可以了 那他是不是比較不會有壓力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去 我們其實都是可以去調整的 或者說遲到代謝很大 然後有多一定 然後或者是說 有些人的價值觀來講 準時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可能時間壓力就會對他來講很大了 那我要怎麼樣去提升我的時間跟我的資源 我可能提早做準備嘛 我就早點起床 讓我準備時間多一點 我就可以把這個時間資源往上提 或者是我待完成的事情沒有這麼多 我需要花掉起分 分掉我時間的事情沒有這麼多 或者 我有錢 我可以去坐計程車 或是我可以去坐高底 或者是 如果有人 我可以請爸爸或是請勞工載我去 那怎樣的人時間壓力會變得很大 一定不能遲到 但是卻又不願意投注更多的 不願意早起又不願意花錢 然後也不願意拜託人 那那個人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後 就會覺得很焦慮 有沒有 因為他遲到 然後他又不願意把就是資源投注進來 好 這樣對這個事情大概有了解嗎 怎麼樣做壓力 這些都是比較具體的嘛 那有些我們一定不能達到的事情 有的時候比較抽象 剛剛那個時間壓力可能已經有一些些 可能跟我們內在價值觀有關的 那我們平常還常常在講壓力來源是 人際的壓力嗎 什麼叫人際的壓力呀 人際之間很多有壓力嗎 或是很多人有 就是跟別人交往 或是跟別人相處的一個壓力 有些人可能是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內在的 一個想要達到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被喜歡 可能是被每一個人喜歡 那我們就要開始評估啦 我有沒有這樣子的能力跟資源 我是一個 容易被喜歡的人嗎 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我的長相 有些人會覺得我的長相 我的外表 你怎麼樣去決定 怎樣的人會被喜歡 那你評估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中間的差距 就叫做壓力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不一定 要被喜歡啊 我可能 只要我重視的人喜歡我就好 其他人我不管 那這個 這個 巴爾就會 這樣 這樣 或者是說 我 我好想讓這個人喜歡我 我在評估 我有沒有被他喜歡的 特質也好 能力也好 資源也好 有些人也會用資源嘛 有些小朋友 想想要全班同學喜歡 所以跟爸爸媽媽講說 我明天要請他不用吃東西 這也是一種運用他的資源的一種方式嘛 所以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或者是 像是 有些人會來跟我談婆媳的問題 有可能是婆婆 有可能是媳婦 然後媳婦就說 婆媳關係的壓力很大 看到婆婆就怎樣怎樣怎樣 婆婆怎樣怎樣怎樣 那身為心理師 我會跟朋友不一樣嘛 朋友就說 婆婆真的是這個樣子 要不要趕出去 那身為心理師呢 我當然回應會不一樣 不然 不然的話 為什麼大家要約時間來見我嘛 對不對 我就問他一句話 就是說 那 我問他什麼 那 如果讓婆婆失望會怎麼樣嗎 所以通常 婆媳關係的壓力 很多時候也是 你會覺得壓力來自於婆婆 那事實上你內在有一個你想要達成的事情 是什麼 婆婆要覺得我是一個好媳婦嘛 那 從很多現實的狀況 好像婆婆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好媳婦 中間的差距就叫做壓力 如果我今天可以覺得說 欸 呃 婆婆喜不喜歡我 或是多喜歡我 他只要不是討厭我 他對我有些失望我可以接受 那我壓力是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我才會說 所有的壓力都來自於 你想要達成的事情 跟你覺得你可以達成的事情 中間的差距 就叫做壓力 再舉個例子 這也是我們這邊很多人會有一個狀況 我們的症狀變成是我們的壓力 嗯 比如說 很多的人進來 我們會說自於神仕逝討來自於壓力嘛 然後他就會說 我其實沒什麼壓力 我的壓力就來自於我的身體不舒服 這東西夠客觀了吧 我身體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啊 欸 可是這個東西 它也是一樣喔 一樣地方在哪裡 你有一個你想要的東西 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身體一定要舒服 或者是很多人睡覺會變成壓力 為什麼 我一定要睡著 而且喔 這個睡著有標準喔 我要十一點以前睡 養肝 每天都要睡得很好 這樣才有精神 還要睡八個小時 這樣才正常 還要生眠喔 戴小米的手環有沒有 看我每天生眠的時間有多長 睡八個小時十一點 所以都潛眠不算喔 而且還不可以做夢 有沒有 對於睡眠的要求很高 好嗎 好嗎 睡眠 好嗎 好嗎 謝謝 下次再見